十年前那一个高喊着多拿一分 干掉千人的衡水中学的班长 现如今怎么样了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这一句很多人都很熟悉的话 竟然是衡水中学的一个班长 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说的 衡水中学的教育制度 一直是网上议论的焦点 有人把它说成是超级高考工厂 人才的摇篮 也有人把它诟病为人间的炼狱 是对孩子们的极度摧散 在这样的背景下 很多人就很好奇了 当年的那一个学霸 现如今怎么样了 咱们来看一下他的经历 这个学霸叫李松 当年凭借自己的努力 考上了外交学院 在大学期间一直担任学生会主席 而且还在北大举办的 首届中文谈判大赛上 夺得了冠军和超级谈判手的身号 2017年在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李松也是作为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的首席礼宾官出席 前外交部长李赵鑫 在视察恒水中学的时候 李松更是作为恒水中学的学生代表 全程陪同 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殊荣 竟然全部被李松一个人享受了 可是大家有所不知 李松却是一个出生在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农村家庭 他是真的用学习 为自己的人生拼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听到这里大家或许会有所质疑 试问一下 恒水中学总共培养出多少个李松 这又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呢 还有人在网上说了 恒水中学培养出来的学生 毫无创新可言 全部都是批量化生产出来的机器零部件 是的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我记得呢 前不久在知乎上面看过这么一个问题 提问者说 大家如何看待大学里面的北京学派和恒水学派 什么意思呢 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提问者把北京学派看成是素质教育的代表 把恒水学派看成是硬式教育的代表 通过两者的对比 来说明 来讽刺恒水中学上不了台面 是通过填压和强硬性灌输的方式培养孩子 是一种非常不好的制度 我记得在众多回答当中啊 有一个回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说 有的人生下来就能够吃得上牛肉 有的人生下来就在为三三发愁 那些吃惯牛肉的人 怎么能懂得豆渣也能冲击呢 牛肉吃腻了可以换换口味 可对于那些只能吃豆渣的人 可没有那个命换口味吃牛肉 还有些人在网上批判一些家长 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去恒水中学那种地方吃苦 为什么不让他接受素质教育 为什么不带他环游世界长长见识呢 可是他们却忘记了 对于寻常百姓人家 他们根本就没得选择 在他们看来没有素质教育和硬式教育之分 只要孩子能够读书就是最好的教育 就是最好的出路 读书对他们而言或许不是最好的出路 但一定是最公平 也是相对来说较容易的一条路 而且对于他们而言 读书不见得就一定是为了登上山顶 有可能只是为了拿到一张有资格登山的门票 最后即便没有登上山顶 最起码也不会跌落谷底 而且呢 还可以为子孙后代赢得一个更高的起点 只要代代努力 那么实现阶级的跨越 可能性就会大很多 所以说啊 我想通过这个视频 告诉所有的寒门子弟 如果说你有条件读书 你能够读得进去 那么你就应该想方设法 通过读书这种方式来改变你的命运 因为这对你来说可能是最公平 也是相对来说最容易的一条路 那如果说你确实读不进去 咱们也不妨学会变通 试着去做自己喜欢和热爱的事情 你要相信条条大路通罗马 最后啊 我也想告诉所有的父母 如果说你的孩子确实不喜欢读书 请你不要逼他 你可以和他一起去寻找适合他的道路 你要相信 总有一条路适合你的孩子 我不希望你听完这堂课之后 变得无比的焦虑 非要逼着孩子读书 非要把读书当成人生的唯一出路 因为那不是我要向你传递的本意